一名男子站在机车行骑楼下 突然碰的一声 天花板从天而降 超大片的天花板 不偏不倚砸中男子头部 痛到用手摸着头 抬头看天花板 表情大傻眼 网友看到影片回应 安全帽不是拿在手上的 头脚磨磨磨磨 感觉超大力会脑震荡吧 这男的算是天选之人 对啊 衣服啊 傻眼 傻眼 傻眼啊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 很危险 很危险啊 对啊 这样子被打到会觉得怎么样 爽 18地点在嘉义这一间机车行 天花板空了一个大洞 依次是包梁的天花板脱胶 失去粘性 碰得一声往下砸 机车行人员也吓坏 索性没有酿成伤亡 没有收掉 它是这样下来 它刚好在下面 砸到这样下来 然后它就往后退了 市府人员到场勘查 要求业者重新加固 维护行人安全 天降横祸 弄机车还被砸 要是真的砸伤人 恐怕 戴机大条 这是侯国文 这一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